加利勒亚人 你们为什么站着向天观看呢 你们看见了他怎样升天 也要看见他怎样将来 阿雷路亚 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蒙 愿天父的慈爱 基督的圣处 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各位教友 现在我们大家认罪 虔诚地举行圣祭 我向全能的天主 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在思言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 我罪 我的重罪 为此恳请终生同征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蒙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天主在天受光荣 主爱的人在世想平安 主天主 天上的君王 全能的天主圣父 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 赞美你 称颂你 朝拜你 显扬你 感谢你 主耶稣基督 独生子 主天主 天主的羔羊 圣父之子 除免世罪者 求你垂怜我们 除免世罪者 求你服听我们的祈祷 坐在圣父之幼者 求你垂怜我们 因为只有你是圣的 只有你是主 只有你是至高无善的 耶稣基督 你和圣神 同向天主圣父的光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全能的天主 求你使我们满怀感激之情 陶醉在你神圣的欢乐中 因为你圣子基督的升天 实为我们将来升天的先生 我们基于他通俗一个奥体 首领怎样光荣升天 同样也唤起我们肢体 怎样升天的希望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 天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一起圣神 永生永亡 阿们 公读中途大事录 亲爱的德奥菲罗 我在第一部书中 叙述耶稣所行所教的一切 从开始直到他借圣神 祖父所选的中途之后 被接上升的那一天为止 他受难以后 用许多凭据 向他们显示自己还活着 四十天之久 显现给他们 并且对他们讲论天主国的事 耶稣和中途一同吃饭时 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而要等候父的恩许 他说 那就是以前你们听我所说过的 若汉是用水施行洗你 但是几天以后 你们要在圣神内受洗 聚集在那里的人 问耶稣说 主啊 你要在这时复兴以色列国吗 他回答说 父凭自己的权柄 锁定的时间和日期 你们不必知道 但是当圣神降临在你们身上时 你们要充满圣神的能力 并且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和撒玛尼亚全境 到天涯海角为我做见证 耶稣说完了这些话 就在他们注视中被接上升 有一朵云彩遮住了他 他们就看不见他了 他们向天注视着他上升的时候 忽然有两位穿白衣的人 站在他们面前 对他们说 加利勒亚人啊 你们为什么站在这里 望着天空呢 这位离开你们 被接到天上去的耶稣 你们看见他怎样升了天 也要怎样从天将来 善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在欢呼声中 天主善声 在号角声中 善主腾空 在欢呼声中 天主善声 在号角声中 善主腾空 万民 你们要鼓掌 以欢呼的歌声 颂扬善主 因为善主至高至尊 可敬可畏 是统治大地的伟大君王 在欢呼声中 天主善声 在号角声中 善主腾空 在欢呼声中 天主善声 在号角声中 善主腾空 你们要歌声 歌声我们的天主 要歌声 歌声我们的君王 在欢呼声中 天主善声 在号角声中 善主腾空 因为天主 是普世的君王 你们要欧歌赞颂 天主坐于神圣的宝座 天主为王 统治万邦 在欢呼声中 天主上声 在号角声中 上主腾空 攻读圣宝 圣保露宗徒 至恶佛所能书 弟兄们 我这为了主 而被囚禁的人 要求你们 行事为人 务必与你们所受的 宠招相辅 凡事要谦逊 和蔡 和蔡 能耐 以爱心 彼此当代 尽力以和平 作为联系的力量 保持圣神 所赐的合一 因为 只有一个身体 和一个圣神 正如你们蒙昭 同有一个希望一样 只有一个主 一个信德 一个洗礼 只有一个天主 和众人之父 他超越众人 贯通众人 且在众人之内 我们个人 所领受的恩宠 都是按照基督 赐恩的尺度 而帮赐的 正如经上所说的 他带领 福如身上天 高天 并把各种恩惠 赐给人 这里说 他上升 就是说 他曾经 先下降到地下 那下降的 正是上升到 诸天之上的那一位 因此 他就充满万游 由于他的赏赐 他指定 有些人做中途 有些人做先知 有些人传福音 有些人做私募和教师 这是为了准备圣徒 能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直到有一天 我们众人都达到 对于天主子 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 而长大成人 达到基督那种完美成熟的境界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阿雷路亚 阿雷路亚 主说 你们要去教训万民 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 直到今世的终结 阿雷路亚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马尔姑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 耶稣显现给十一位宗徒 对他们说 你们到世界各地去 向所有的人传福音 心而受洗的人 必定得救 不信的人 必被定罪 信的人 必可行这些奇迹 因我的名驱逐魔鬼 说新语言 手拿毒蛇 甚至喝了什么 致死的毒物 也不会受害 按住在病人身上 就会使人痊愈 主耶稣对他们 说了这些话以后 就被接到天上 坐在天主的右边 门徒出去 到处传扬福音 主与他们一同工作 并用所行的奇迹 来正式所传得到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今天教会隆重庆祝 耶稣升天节 耶稣升天走的时候 带领着宗徒们 让他们到了一个 叫做达巴尔山上的地方 在这里来讲 耶稣说 耶稣就然然上升 耶稣说 天上人间 所有的权柄 都交给了我 所以你们要去 使外面做我的门徒 应付及自己圣神之名 给他们受洗 教训他们 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 看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 知道今世的终结 这是耶稣升天走的时候 给宗徒们的一个使命 让他们去 为他的复活做见证 耶稣复活之后 与宗徒们总共一起生活了 大概四十天左右 那么这个时候 他不断地显现出来 来告诉他们 他就是之前与他们同时 共赢一起生活的 那个耶稣基督 那么橄标 那么橄标山呢 他们耶稣在升天的地方 叫做橄标山 一个小山 那么在这个橄标山 是在耶路撒冷旧城的东面 那么跟耶路撒冷这个城呢 之间的话呢 隔着一个科德龙席 这个是天主教的一个圣山 那么在这里 他上升 升天 目前在那里建有一个升天堂 虽然说是一个圣堂 是小小的像一个大烟筒似的 这么一个 里面是特别小的一个地方 在这里呢 耶稣留下了两个脚印 在一块石头上 那么大概 耶稣的脚在四二号左右 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是耶稣给我们的使命 他说 天上地下 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我 所以在这里 他有一个宣告 他就是那个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天上的地下的圈面 都在他手里 都赐给了他 然后呢 他首先声明了他这个权力 权限之后 然后呢 给宗徒们 以及给我们一个使命 这个使命就是你们要去 使万民成为门徒 同时呢 也给我们一个应许 这个应许就是 我和你们天天在一起 知道今时的终结 你看 这就是耶稣 生天前的时候 给我们一个宣告 给我们一个使命 给我们一个应许 最主要的是 他说 当圣神降临于你们身上时 你们将充满圣神的德能 要在耶路撒冷基圈 犹太和撒玛利亚 并知道地极为我做证人 为他做见证 这是他生天之前 给门徒的一个大使命 就是为他做见证 为什么我们要 为耶稣基督去做见证 首先是世人的需要 亚当恶王犯罪之后 人类处于原罪的笼罩之下 人类失去了原始圣德 和原始义德的这种状态 就是与天主是隔离的状态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和救赎 所以我们需要在人面前 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让人能够信耶稣得罪之舍 所以这是第一点 是世人的需要 第二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 每一位已经获得 耶稣基督救赎恩典的人 都有理由 有责任把这个好福音 好消息传播给别人 第三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命令 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 这是他给我们跟随他的人一个命令 我们每一个人来讲 都要遵照主的这个命令 去生活 去为他做见证 见证的能力 当圣神降临于你们身上 你们将充满圣神的德能 耶稣没有说今天就去 而是说你们要等 等谁呢 等来自高天的那个能力 就是圣神 所以我们见证的能力 德能 就是从圣神而来 当圣神降临于你们身上的时候 你们就会为我作证 圣神来降临到宗徒们身上之后 宗徒们不是为圣神做见证 而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那么见证的工具 就是我们每一个门徒 因为我们是受死的那一刻 我们就知道 我们子我 老我 本我 在灵死的时候 我们就死了 然后呢 我们又从基督一起复活了 所以我们 已经不是我们自己的生活 如同保禄说的 我生活已经不是我生活了 而是基督在我内生活 所以我们自己 已经成为一个工具 是天主的一个工具而已 那么同时 见证的范围呢 要在耶路撒冷 圈犹太和撒玛利亚 并知道地级 为我作证人 你看 耶稣讲的这个见证 有一个范围 耶路撒冷 犹太更大一点 撒玛利亚 外邦人地区 然后知道地级 当时他们的概念当中的地级 并不是指南级北级 而是指罗马 当时的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 那宗徒们确实也是这样做了 斯德旺在耶路撒冷 为主殉道 他在耶路撒冷 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 那么菲利伯 在撒玛利亚传教 当时来讲 有一个厄提约皮亚的太监 在那里受洗 他给他受洗 然后来讲的话 到地级 当时的保禄宗徒和 伯多禄宗徒 都到了罗马 为基督做见证 并在罗马建立了教会 见证的中心 就是耶稣基督自己 我们知道 真正第一位 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是 天中圣父 他说这是我的爱子 我做喜悦的 第二个为耶稣做见证的 就是圣经 第三位耶稣做证的是他自己 第四位 为他做见证的是圣神 第五位 为他做见证的 就是门徒们 第六 第五也是门徒们 也是包括我们 每一个跟随他的人 我们都要成为 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人 所以一个基督徒 就是一个证人 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证人 天主来拯救世人的证人 天主已经来到人间 救赎 自罪恶奴役下 被捆绑的罪人 那么我们都是 这些事的见证人 所谓这位耶稣 宗徒大师录就这样说 这位耶稣 天主是他复活了 我们都是他的见证人 同时呢 宗徒大师录也说 你们却否认了那圣而结义的人 竟要求把杀人犯 恩赐给你们 反而杀害了生命之缘 天主却从死者中复活了他 我们就是这世的见证人 你看 宗徒们当时来讲 宣讲的时候就开始告诉人 他们是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见证人 我们每一个被招的基督徒 我们都有义务 责任和使命 去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做见证 这也是基督对我们的一个派遣 所以借着庆祝耶稣升天 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唤起我们的使命了 使命感了 让我们知道 我们真正的责任 在于为耶稣基督去做见证 因为除他以外 无论凭谁 绝无救援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字 是我们可来得救的 只有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都是一个活的见证人 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 我心唯一的天主 全能的圣父 天地万物 无论有心无心 都是他所创造的 我心唯一的主 耶稣基督 天主的独生子 他在万世之前 由圣父所生 他是处自天主的天主 处自光明的光明 处自真天主的真天主 他是圣父所生 而非圣父所造 与圣父同性同体 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 他为了我们人类 并为了我们的得救 从天降下 他一圣神 由童贞玛利亚取得肉躯 而成为人 他在班阙彼拉多指证时 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 受难而被埋葬 他正如圣经所在 第三日复活了 他升了天 坐在圣父的右边 他还要光荣地将来 审判生者死者 他的神国万事无疆 我姓圣神 他是主及赋予生命者 由圣父圣子所供发 他和圣父圣子 同受亲从 同享光荣 他曾借先知们发言 我姓唯一 至圣至公 从中途传下来的教会 我承认色罪的圣喜 只有一个 我期待死人的复活 即来世的生命 阿们 亲爱的兄弟姊妹们 主耶稣以死而复活 为我们开启了永生之门 我们向他祈祷 请为我们的圣教会祈祷 恳求复活凯旋的主基督 时刻祝佑慈母 圣教会不断壮大 更好地接受主的派遣 向万民传报喜讯 为此我们同生祈祷 求主抚听我们 请为我们众教友祈祷 恳求仁慈的天父 恩赐我们丰富的圣宠 努力遵守你的诫命 成为你的爱子 日后获得预许的赏报 为此我们同生祈祷 求主抚听我们 请为我们的祖国祈祷 求主恩赐国允昌荣 民生安定 为此我们同生祈祷 求主抚听我们 请为受苦难的人 特别是精神上痛苦者的祈祷 求主恩赐他们希望 将他们的痛苦 幻忧变成幸福喜乐 为此我们同生祈祷 求主抚听我们 主基督 你是善目 为你的羊群 舍弃了生命 你也知道我们的需要 求你仁慈 福听我们的祈祷 你是天主 永生永亡 阿们 永生永远 上诸万有的天主 你赐给我们食粮 我们赞美你 我们讲大地和人类 老婆的果实 麦面饼 呈现给你 是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 愿天主永受赞美 上诸万有的天主 你赐给我们饮料 我们赞美你 我们讲葡萄树 和人类老婆的果实 葡萄酒呈现给你 是成为我们的精神饮料 愿天主 永受赞美 各位教友 请你们祈祷 往全能的天主圣父 收纳我和你们 共同奉献的圣祭 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 为赞美并光荣 祂的圣名 也为我们和祂 整个圣教会的益处 上主我们今日为恭贺你圣子光荣升天 奉献地理 求你借此神圣礼品的交换 恩赐我们常举心向上 向往天上永福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第一主 基督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请举心向上 我们全心归向上 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 这是临时有当然的 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 我们实实处处感谢你 实在是理所当然的 并能使人得救 因为主基督光荣的君王 战胜了罪恶和死亡 今天在天使的赞颂 声中上升天庭 成为天人之间的中宝 世人的审判者 万物的最高主宰 基督升天并非远离世人 而是要我们追随他的方宗 到达同一的居处 我们冤是他的肢体 他是我们的首领 因此不是万民 养溢着复活的喜乐 永远欢腾 同时天上的天使 和所有圣人 也同声歌颂你的光荣 不停地欢呼 圣圣圣上主 万有的天主 你的光荣充满天地 欢呼之声响彻云霄 奉上主名而来的 单受赞美 欢呼之声响彻云霄 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 你是一切圣子的根源 因此我们来到你台前 与普世教会 共同庆祝我主耶稣基督 你的圣子光荣 圣天的庆节 他同时也将我们软弱的人性 同他那与天主性 像结合的人性 提升到你的右边 我们靠他的名 恳求你 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 使成为我们第一主 耶稣基督的圣体 圣谢 他甘愿舍神受难时 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 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吃 这就是我的身体 将为你们而牺牲 晚餐后 他同样拿起杯来 又感谢了 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喝 这一杯就是我的血 心而永久的蒙约之血 将为你们和众人清流 以赦免罪恶 你们要这样做 来纪念我 信得的奥基 基督 我们传报你的圣死 我们歌颂你的复活 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 上主 因此我们敬念 基督的圣死与复活 向你奉献生命之两 救恩之悲 感谢你 使我们得在你台前 侍奉你 我们恳求你 使我们分享 基督的圣体圣邪 并因圣神合而为意 上主 求你垂念 普世的教会 使你的子民 协同我们的教宗方极格 我们的主教方极格 与所有主教 以及全体圣职人员 都在爱德中 去完善 求你也垂念 怀着复活的 希望而安息的 兄弟姊妹 并求你垂念 我们的祖先 和所有去世的人 使他们想见你 光辉的圣荣 求你垂念 我们众人 使我们得于 天主之母 通真荣仆玛利亚 圣母的敬佩 圣若瑟 诸诸圣宗徒 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 圣人圣女 共享永生 并使我们 借着你的圣子 耶稣基督 赞美你 显扬你 全能抵 天主圣父 一切忠敬和荣耀 借着基督 血统基督 在基督内 并联合圣神 都会于你 直到永远 阿们 我们既遵从 救主的训事 又承受 祂的教导 才敢说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 受显扬 愿你的果来临 愿你的执意 奋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 赏给我们 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 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 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 陷入诱惑 但救我们 免于凶恶 上主 求你从一切 在火中 拯救我们 恩赐我们的 时代得向平安 更求你大法慈悲 保佑我们 脱免罪恶 并在一切 困扰中 或得安全 使我们 前程期待 永生的幸福 和救主 耶稣的来临 天下万国 普世权威 一切荣耀 永归于你 主耶稣基督 你曾对宗徒们说 我将平安 留给你们 将我的平安 赏给你们 求你不要看 我们的罪过 但看你教会的信德 并按照你的圣意 使教会 安定团结 你是天主 永生永亡 阿们 愿主的平安 常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请大家护主平安 除眠是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垂怜我们 除眠是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垂怜我们 除眠是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赐给我们平安 请看天主的羔羊 请看除眠是罪者 蒙昭来佛 圣宴的人 是有福的 主 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灵魂就会痊愈 主说 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 直到今世的终结 Alleluia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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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大家祈祷 全能永生的天主 我们上在人间 你一节身体盛世 将天上的财富分饰给我们 就你击法我们对天乡的热切渴望 能永久与基督生活在一起 他已带着我们的人性上升到你身边 他是天主永生永亡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 降福你们 阿们 弥撒礼城 感谢天主 感谢天主